那老师呢您看到这个辨识语音辨识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过 Valoo用的是Google 简印用的是对岸的技术 但是都有一个缺点 针对什么 针对中音夹杂 或者是专有名词 它的辨识度都比较差 那我们就来搭配什么 AI 那么最著名的当然就是OpenAI 除了老师常听过的ChapGT以外 它还有达E 对不对 生成影像的 另外第三名的就是这个语音辨识 那么老实讲 现在这个语音辨识的部分 也有很多服务 因为现在AI变成是大家基本的功能了 那所以说你有很多选择 老师你可以看我在这边 有一共应该说是三个 下面这个是我另外在辅助的 主要是这里有三个 一个是线上的 这个在台湾 我不知道我在我的Facebook上 常常看到它的广告 Vocal AI 这应该很多 它有提供200分钟免费的 那E老师现在手上的影片 其实你如果懒得在你电脑上装 你可以直接丢上去 那这样反正额度都够嘛 它其实产生的速度还蛮快的 好还蛮快的 那第二个呢 这里有一个叫GoodTap 好GoodTap 它一个月是90分钟 一个月90分钟 那你不用登录账号就可以 就可以上传哦 所以老师如果你想要 直接用线上的资源 那你可以试看看 用这两个先去转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线上的 是用Colab 老师知道Colab吗 Google的Colab 知道 Google的Colab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写Python 等于说有一个虚拟主机 那有人呢 就把那个OpenAI的Grips 这个部分 他把它丢到上面去执行 我现在大部分都用这个 为什么 虽然我的看起来好像也是比电 那种电进行的 对不对 但是不好意思 我最近就发现 我用上面的还比我电脑快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晚上 我就是激素 录影的影片 我用我的电脑 偶速的 我用线上的 我就两个同时进行 这样我就比较节省时间 因为我的影片大概八个段落 我录下大概八个段落 我就 如果我是要照排序的 我就只好依序一个一个做 对不对 这样子比较花时间 所以我就一个在本机 一个在线上执行 这样我就可以 用Double的速度 去把它转换出来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用下面这个的话 我通常会再搭配一个 就是编辑字幕的工具 因为用它做出来之后 它需要做一个格式上的转换 格式上转换才会比较OK 那老师 我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你刚开始用 你可以先用这两个 因为你的东西少的话 可以用这两个试看看 这样OK吗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种 这个完全不用注册的 你可以先试一下 点开 好你看我把它打开 有没有进来就请你直接上传 好使用Cookie好OK 然后语言你告诉他 是什么语言 我看一下 我记得有中文 有有在这里 Chinese 它就没有分什么繁理中文简理中文 反正出来都有 那你的信箱 好了之后 它就会通知你说我已经转好了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也是要一点点时间等待一下这样子 所以老师你可以先把你的影片 看你要用这个 看你要用这个 还是要用Vocal 那一个 Vocal那个就是一定要先注册账号 注册好这样子 这样OK吗 可以 好 那利用老师他们 这个在转换的过程 我跟老师介绍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 有有读检 独立显示卡 那其实你可以试看看 这个部分 OpenAI的 这个叫Whisper Desktop 有人有帮他写一个界面 就像你在简报上看到下面这个画面 然后呢 你再加上 再加上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AI的语言模型 好 你去他的官方网站去下载那个语言模型 然后就可以拿来用 我做一次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你大概就了解那个那个概念 好 现在因为已经变成我的标准配备 你看我的影片处理标准配备 第一名就是他有没有 然后Lossless Card其实很好用 如果老师有时候我们录影的时候 多了一点点少了一点 或者要分割 我完全不需要开什么软体 用这个小软体 也可以很方便做 因为要切割 然后要合并都很快 他的优点就是速度超快 那我现在就搭配这个 我打开给老师看一下 他虽然是英文的界面 但是那个没有关系 你看我 找我昨天晚上上的这一个 你看进来之后 他会来先从这边 好 你看他这个软体下载完了 那我需要去下载一个语言模型 好 那他的语言模型有分 Small Medium跟Large 也就是说语言模型越大 正确度会越高 可是相对档案会比较大 好像我这个档案就 好像是2G多 就算很大 对这是大的 Large是大的 Medium大概1G多 然后Small好像是 5600 对对对 但准确度有差了 好 然后呢 我告诉他这个档案在哪里之后 好 OK 接下来 他确认完了 你就可以告诉他你的语言是哪一个 跟我们刚刚都一样 你先告诉他你是什么语言 但是老师不用担心 那只是你讲话里面的主要语言 如果你有中音夹杂 那个没有关系 可以他会辨识出来 甚至我跟老师介绍一下 我们有时候讲话可能会有 A讲话完 B讲话 对不对 他还会辨识出来是A跟B在讲话 真的很好玩 然后呢 你就可以按下这个 你告诉他你转出来的时候 转出来你要什么格式的 是纯文字档 或者是文字档加上时间 还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SRT 就是我们YouTube资源的那个字幕档 所以通常我都是用这一个 然后你就按下去就没事了 因为我现在里面有 我先把它覆盖一下 那接着你就是等他 就他就会产生一个这样SRT的档案出来 这样老师大概OK 好 那您看到之后呢 我先给您看一下 大概出来的样子 好这里 好SRT出来就是这样 有没有 第一句 好很好 大家找到了 这个内容是从哪一个时间到哪一个时间 他翻出来就是会像这样 哎 老师没有发现 你讲Canva他也认得 有没有 所以我说现在AI变识出来的 他的正确度都有超过90%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我很少遇到就是完全跟你刚刚看到那种状况一样的 你说我看到刚刚那个状况 我想你的热情应该马上就 应该没有想要剪辑的动力了 对不对 因为字幕不对的话 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不是就很不OK 好那您看一下我刚刚这里已经好了 好了他就告诉你来 你看我已经转换完成了 然后呢 影片的直接是5分04秒 他花了快一分钟做完 然后你的倍数就是5倍 这个倍数会是多少 跟你的电脑效能有关系 所以我目前看过 比较快的大概是10倍 这个在桌垫上的效能会比较好 我们用那个笔电的 即使我的是3060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 老师不是换4070的吗 你有看我脸是吗 你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里面最多丰富的讯息 就在左右户法 我都会看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有关注到 所以他就像这样 所以呢 这边就比较依靠电脑的效能 老师的 你看一下你的 那个有没有转好 有老师的已经转好了吗 你来看看跟 刚刚Google辨识的有没有差 如果您刚刚那个GOOTAP 或者是VOCAL AI 有吗 这个甚至有时候更慢 甚至有时候更慢 那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啊 哎就是除了我刚刚讲那个 那个以外 你也可以搭配我们刚刚COLAB那一 因为COLAB 也不是用你电脑的资源 对对对对 他不是用你电脑资源的话 其实我就没差 对不对 你上面跑 我就让你去跑就好 反正虚拟的 老师我那个 COLAB那边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你看一下 因为如果说我 我不想 或者是这些额度我用过了 那不够了 虽然说这种免费200分钟 你有了抛弃式信箱 也是无限吗 但是总是 要多一个动作 那你用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好 你看我就打开他好的 来老师给你们做参考一下 因为平常这个网站 我现在就是固定会打开的 好 你一进来 进到他GHub的那个专案 好 那他本身有帮我们整理的 好 你往下走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东西 叫做 这个 NoBook 就是他 你点开之后呢 他就会带你到 Google的Polab 那个虚拟主机的网站上 好 那只是这个过程都英文了 但是其实 老师你只要按Play就好了 而且呢 你的影片 可以是你自己云端令别上的 可以是YouTube的哦 YouTube不用下载下来哦 直接给他网址就可以 他就可以帮你转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都是我的影片 我就传到YouTube上去之后 我把 共享的网址 抓出来 让他直接去抓 对对对 我不用再什么上传影片到他上面去 不用不用 他直接抓网址 对对对 然后你看我把它打开 好 现在进来了 有没有 这个叫做Colab 好 那 他的 左手边 你现在看到这里 就是照着这个顺序往下执行就好 这里就是执行 有没有 这里 好 我们先连线一下好了 右上角这边 我先按一下连线 你来看看你的虚拟主机 Google配给你的配备 大概有多少 这样 哈哈哈 不会不会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其实蛮短 来来 我们看一下 来 你看 他给你 12G 13G 有没有 RAM RAM是 然后 硬碟是80G 有看到吗 下面这个 这个讯息 所以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怎么执行 第一个 他说 哎 我确可一下你的GPU type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按一下 Play 然后他告诉你这个 不是Google编的 好 我要执行 然后你就等他一下 好 确认完了 再来我们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没有 有这个 怎么安装Library 这个不用管他了 你只要会按钮就好了 只要认清楚那个Play就好了 执行是他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先把这个环境 建立起来 那老师呢 你在用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多段影片 上面这个不用重复执行 你只要我这些就是基本的环境先做 然后再来就是 到这里 如果执行好了 稍等一下 他其实执行还蛮快的 接下来 如果是像这一种的 他就问你 哎 你转换完 要不要自动把你存到你的云端硬底 这样不错啊 对不对 就看你要或不要 好 如果我现在不要 那也没关系 哎 好 不要就不用执行 对 不要就不用执行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你看 语言的模型 你看这里 他现在预设 是不是用大的 有没有Large的 所以你也可以换哦 在后面这里可以换哦 我可以换成什么 中的啦 或小的 Tinny的 有没有 超小的 这一种的 要什么 那他大概是 我都 不一样 哎 基本上至少要small 以上 会比较好 我大部分都是用大的 我大部分都用大的 那我今 蛤 V2 V1或V2都可以 都可以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他这些东西 其实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是负责选择而已 好 那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就是那个 就是 电脑的执行速度的问题 那我就照他预设置 那你看一下 我就play 好 好 那他开始下面 他就是那个执行的动作 那把弄起来 那 在他执行过程里面 我们先往下看哦 接下来就是你告诉他 哎 我们家的影片在哪里 你看这个 有没有 video的 selection吗 你可以直接把 youtube的网址贴进来 或者是你告诉他 你的云端令点哪一个档案 对对对 好 这个都可以 好 那你看哦 我 我现在就是直接抓 那个youtube上的 然后待会就是贴到这个地方来 贴到这个地方来 就可以了 你那一点上面的那个选择要来 哎 因为你会授权他 对对对 你要授权他 对对对对 所以我先用那个 这个 好 假设我看一下这个6分钟了 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复制好了 然后回到这边 我就把它贴上 有没有 这样就进来了 好 进来之后 我看一下上面这里已经执行完了 那我就告诉他帮我 把这一段影片 因为他会 你给他网址之后 他把这段影片的声音直接抓出来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做的动作 你看 有没有 downloading 有没有 MP3的 他就帮你直接把它就是 变成那个声音的部分抓出来 嘿 所以他不是下载影片 他是抓声音 对对对 那最后 只有一个地方 老师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预设是 语言是不是英文 语言对不对 请你换成中文 中文是哪一个 zh 这里你按那个 会有个叫zh 这个一定要记得变 不然翻出来都是英文的 跟我们刚刚 用这个程式 是一模一样 好 这样就好了 你看我就按下去了 因为他都抓完了 好 你看 他会马上 待会在这边 你就会看到那个 字幕就一行一行出来 好 来 有没有出来了 有没有产生了 这样老师OK吗 那就照这个速度 像这样直接把你抓出来 对对对 可是重点是 正确性是蛮高的 对 所以老师如果说你刚刚那一段影片 你觉得不OK 你可以传到YouTube上 好 或者是这个 云端硬碟上 你都可以让他产生出来 现在怎么利用 他等一下这边全部抓完了 我们再把这个选起来 因为 其实你如果 执行下面这个步骤也可以 下面这个步骤是他帮你做什么 做合并 有没有 merge 只是我发现他会 变成是 一个字 然后就空一个 一个字 空一个 那这样 我是觉得我在用反而有点困扰 好 但是如果老师你觉得这样OK 其实也没关系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把它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我大部分下面这边我就没有做 那你看 你说我这个合并完了 还可以直接翻译 有没有 像我们verzoo一样直接做翻译 所以 假设这两个步骤我不需要 我就会在这边 已经翻完了 全部有了 这样有了 对不对 那我就会在这里 Ctrl加A 全选 我就把这个内容直接复制出来 然后我自己会产生一个文字档把它贴进去 这样 你看我把它贴进去 好 有没有这样就贴进来了 可是这个格式并不是标准的那个 SRT那种字幕的格式 所以我就还会需要做转换 对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 这个 刚刚我们简报里面 我是不是下面这里有一个这个 有没有一个叫Subtitle Editor 好 当然你找云端的也有 也有类似的这种服务 但是我用这个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也是开源的 所以不用付费 我做一次给老师参考一下 因为他有中文版 你这是要下来 对 他有安装跟免安装 他有安装跟免安装 来 你看 你看这是我昨天的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文字档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按着丢进来 如果他有对应到相对的影片 他会直接打开 那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直接另存而已 我来这边过水的而已 因为我另存的时候 他会帮我存成标准的这种格式 因为我现在这个不是那种格式 就是格式上转换而已 那如果我再仔细一点的 我通常会再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有些字太长 对不对 或太短 那我可能就会在他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合并长距 或者是分割 分割长行 有没有 我可以合并短行 也可以分割长行 他会自动帮我判断 对对 假设我这里先做一下 有没有 因为我告诉他一行 这里最大就是 90 不是这里单行是最大90 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那个长度 超过多少 我可以 你看我把它合并一下 有没有 这样变少了 你看到少了那些 红色的那些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你就再去做调整 我就直接另存 这样子变成SRT之后 我的VADOO那边就可以用了 VADOO的SRT 对对对 所以 我想中间这个过程 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比较 正确的那个字幕 这样你剪接起来 其实效果就会比较好 这样大致上OK吗 好 来那我们就麻烦老师 你看看刚刚转出来的那个 SRT有没有